黑神皇悟空PC版的价格现在终于公布了 VGame简体中文版268 8月20号同步发售 现在有6万人参加了预售提醒 还在迅速增加中 目前Steam还没有公布价格 个人感觉要贵一点 也许是298 PS5版也没有动静 不过根据惯例 这种3A游戏标准版首发价 应该都是538港币 我估计一定有很多同学觉得268贵 现在有很多游戏都是免费的 甚至有些78的游戏都没人买 你还敢卖538 其实我更喜欢拿黑神皇悟空和对马岛 知日狼老头环战神神秘海域 蜘蛛侠这类的游戏去比较 而不是去和之前的神作 像先见大富翁去比 也不是和现在的独立游戏端游手游去比 因为从2018年的战神4和神秘海域4开始 这6年来国际一线大厂出的 3A单机游戏非常好 较好又较做 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个 可以去和他们较量的游戏 不过各位不要期待 悟空能够拳打奎托斯 脚踢之狼 从最新公布的预告片视频 可以看到 黑神皇悟空是可以和上面那些游戏 去同台竞争的 是有这个资格的 但是结果怎么样 留给时间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